高雄燕潮一家螺絲熱處理工廠 車鄰一連多 但附近的民眾表示 很常會傳出惡臭 嚴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向市府陳情一百五十九次 環保局多次機查 都符合排放標準 而工廠還有附近民眾 因為臭味的關係 所以長期矛盾 今天下午雙方是協調出了 長短期的降臭方案 或請廠商先增加設備 來加以改善 為在高雄燕潮這間螺絲熱處理 工廠 設立一年多 時不時會飄出臭味 讓附近社區的民眾 覺得很困擾 甚至因臭味而頭暈小兔 但反應多次卻沒改善 惡臭讓民眾覺得生活受影響 但業者也喊冤 居民反應有臭味 設廠至今就算平日 鐵門窗戶也都關著 只有貨車出入才開 還額外添購水席塔等設備 降低臭味 而環保局從108年到現在 接獲159件陳情也查無違規 透過多元的一個手段 進行機查跟輔導 那我們分別在它的這個公式的淹道 以及上下風的周界處 進行相關的採樣 總共有九個劍次 那目前都是符合這個意味的排放標準 業者強調工廠相關運作都有符合法規 但為米瓶居民不滿之前也已找來相關專家 學者也擰將臭味再降低的方式 雙方16號下午也在里長及民帶陪同下進行溝通 業者跟居民因臭味鬧得不愉快 現在雙方協議分長短期兩方案 持續降低臭味 就希望能讓這個長期紛爭趕緊落幕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 高雄報導 請問您的請問我們